割了香蕉皮的话能变得更持久 我们的依据是觉得香蕉头长期包裹起来 不见阳光 所以才会敏感 所以会导致你变成快枪手 如果说让他露出头来 经历一下风阙雨打 那么他就会持久 这个理论听上去好像一本正经 但实际上毫无用处 看我之前的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 影响我们时间太短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说经验技巧的匮乏 心理压力敏感 预值低大脑兴奋等等 无论是哪个因素出了问题 都会通过你的香蕉头而展现出来 因为我们的香蕉头 它是冲锋陷阵冲在最前面的 它就像是一个高灵敏的传感器 时刻向我们大脑汇报着当下的敏感度 那如果你割掉它的话 就会持久吗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倒不如看看其他的那些因素 你有没有 毕竟那些持久的人群 也有大多数都是有香蕉皮 很长的 当然如果你是为了健康 没有办法保证定期的去清洗的话 那当然是要割 或者你是为了美观 比如说你的伴偶嫌弃你 那么你也是可以割的 当然以上的这些建议仅供参考 毕竟有一些人的香蕉皮特别长 影响到了坚挺度 具体个案要具体分析 关注我 科学说信 你这段时间的 你这段时间的 我可以看待你